施邪在夏季最为常见 施又分为内施与外施 内施主要影响因素就是人体的脾气观 食物在消化后再通过脾被人体吸收 吸收食物有问题 就会使人体产生施气 外施就是和天气有关 在涨夏季节不仅天气炎热而且湿气偏重 空气里总数弥漫着湿气 这是外施 内外施邪集体攻击的时候 人的身体反应就会表现为身体沉重 昏昏入睡 浑身疲劳 提不起劲的症状 吃这五种食物可以驱除湿气 一、玉米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 玉米能见脾胃 消水肿 酒服可以轻生益气 是一种很常用的沥水肾食药 玉米既可以做食品 也可以做药品 二、山药 人们常说 白色山药胜人参 山药有补皮肺肾 益气养阴的功效 山药作为食用时有折补肾的功效 山药可以作为煲汤的食材 也可以作为点心吃 把山药清蒸蘸上白糖也不错 三、绿豆芽 许多人都知道绿豆能够清热防鼠 同样的 绿豆芽也是具有清热防鼠 开胃的作用 并且能够起到保护肝脏的功效呢 这个确实是一种很好的食材 并且绿豆芽中还含膳食纤维 促进肠胃蠕动 加速人体的消化 把毒素排出体外 能够预防肠造便秘 肠癌 四、绿豆 绿豆的营养价值是比较丰富的 多吃绿豆可以很好的调理我们的身体健康 绿豆中的纤维素还能有效清除人体内的毒素 起到清洗肠胃的作用 肝胆也不好的情况 尤其肝胆湿热 肝气瘀制这些情况 选择绿豆就比较合适 了绿豆的做法非常的丰富 可以包绿豆汤也可以作为绿豆糖水 五、玉米的虚叶 许多人在选择玉米的时候 会直接把玉米的虚子和叶子直接扔掉 这个是十分浪费和不健康的 把玉米的虚叶煮水喝 玉米虚茶能够很好的把体内的湿气去除 即使味道十分的奇怪 为了达到趋湿效果是喝上一杯是十分必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